Logo.png 你可以自己縮小 解析度的話呢 你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個範例裡面的縮圖 這邊png 不過好像png這個圖檔 在根本裡面看一下 png的圖檔這個是在這個 解析度的話是多少呢 180乘180 所以將來 各位在放小縮圖的時候可以參考一下 甚至可以反正自己稍微改一下吧 傳上去之後 在手機上安裝 其實就可以看到 那這個我想各位可以 因為這個範例 如果有手機的話可以把它拍 然後可以把它試試看 並且安裝在手機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裝起來上面就有icon 而且有名稱 所以其實看起來還蠻 已經有那個 有一點那種專業的感覺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太多 到目前為止還沒寫到程式 可是其實像這樣的一個f 目前還算堪用 還已經夠用了 如果你主要是裡面的素材 還有內容部分 它會再加強一些些 最後可以把它開起來 在我手機上已經亂起來了 那跑跑看 基本上我跑過了 感覺 還好沒有很卡 我這是雙核心的手機 跑起來其實還ok 所以更不用說你們的手機 跑起來如果你的 是什麼 我看好像很多同學都蠻 蠻高檔的 其實跑起來還ok 不會說卡卡的 這裡的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 好